好像有點後悔 大家好 我是Edy 話說我剛剛買到一部iPad回來 打算可以出去做拍音工作 但我拿了上手才知道 原來是沒有3.5mm的插頭 這樣也不妙了 又要課金買一顆藍牙E機 我現在手上有兩顆 一顆就是Sony最新推出的WF-1000XM4 另一顆就是Bose的Quiet Comfort Earbuds 一隻是我 一隻是我巴拿的 我先不說我買了哪隻 其實兩隻的價錢是差不多的 假如你去成哥買 Bose那顆更貴一點 其實它推出了一年 價格站得那麼穩 確實有它的原因 但其實在小店是$1900有交易 而Sony那顆 在8月中的時候問過 就炒價$3300 不過這顆 就不是炒價買回來的 是訂了整個月才到手 而這兩顆 我都試過了 假如你想買Sony這一顆 又不知道值不值得等 那我今次就不如說說 我使用感受 看看幫不幫到你決定 那一開始 上手打開箱 就更是欣賞一下它的外型 對嗎 XM4和Bose的大小 對 看看盒子 就已經看到Sony這一顆 是小很多 其實就輕鬆入袋 我自己就沒有大小 對於大小 因為我是不是都放入背包 有些人放入褲袋 就會比較緊張 而打開 這個Sony XM4這一顆 就是很漂亮的 圓形黑色 和一個金色的圓形 很漂亮 其實是形得很穩陣的 我覺得這些圓 是設計得很漂亮 那你看看官網 官網這個圓形位 其實剛剛好吸引到耳窩 就不會那麼容易出來 不過呢 耳型就不是每個人一樣的 就像我這個耳仔 就不是大塊的 耳窩也沒有那麼深 變了 其實就可能沒有它那麼有承托感 單單靠塞進去耳道 就是耳面位撐起了整個機身 不過我逛街 過馬路左右 如果有承托一下頭 的時候 看車都沒有問題 所以算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要去做運動 就一定是Bose這一顆 是會比較好 因為它其實是有一個 魚旗在這裡 你看到嗎 這裡 這裡 這個魚旗 就卡住耳朵 這個魚旗是Bose專有的專利 雖然魚旗原來是很軟 我本身是硬 但是也卡住得很穩 它有三個尺寸的原裝 會讓你選擇 去選擇哪個適合你 我試過做Gym造 其實也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說外型 我依然覺得Sony這一顆 是會比較帥 尺寸也是比較小 Bose就大塊 而且只有它的標誌印出來 我覺得是拼了一點 不是說不漂亮的 也拼了一點 戴上它的舒適感 起初我覺得Bose這一顆 是會比較好 因為真的戴得比較穩 但是用一下 Sony這個耳棉真的很舒服 真的回不了頭 因為耳棉是可以 搓圓按扁 不知對不對得知道 搓圓按扁 然後就配合到耳道的形狀 我想我冬天帶 真的會很暖 然後自己的體溫 又可以跟它很溫柔地交纏 填滿了耳孔的品 其實用完這個耳棉之後 真的覺得Bose如果是有耳面的話 應該會挺正 不知是甚麼感覺 Bose這個是直膠塞 你看它的耳道 其實是這樣彎彎的 不跟Sony這一顆 不跟Sony這一顆 是直去的 它帶的方法 也有些不同 它就是 先這樣塞進去 塞進去 然後扭一扭 讓魚棋頂住耳骨裡面 扭這一刻 是會很搓的 平時好像 扭到玻璃面的時候 都會想鬆一鬆 是會不舒服的 而這個 它已經是入了你的耳道 入了它的耳道 其實是鬆不了的 沒有位置走的 那些扭力 可能就是會 習慣 習慣了就OK 沒問題 因為這個 與其是軟身的關係 其實如果有硬的東西 頂住耳朵會很痛 我試過戴兩小時 都不覺得痛 然後就看看Youtube 其實這兩顆 它的體感上沒有延遲 但其實它始終都是無線的科技 有少少延遲也是很正常的 接著就到重頭戲 音質方面 其實這顆 是好過這顆 不是說Bose不好 只是Sony更加好 有些朋友 看開 留意開的 就會覺得我講驚 Sony這一顆 有L-DAC 怎樣都不能鬥 對 是 但我今天就不講SPAN 就講一下這個感受 Sony這一顆 音域是闊一點的 平時聽歌 我用其他耳機 聽不到那些聲音 背景音樂 都會大了出來 是很容易 很明顯地留意到的 哇 原來音樂是這麼有層次的 這樣 不過 音域寬 就代表一顆耳機厲害 就不是每個人都適合聽的 真的要看你聽歌 那個習慣的點 如果你不是要靜靜細微音樂 聽到太多細節 尤其是高音 就像你去餐廳吃飯的時候 會聽到很多都都叉叉叮叮叮叮 再加上背景音樂的細節 令歌曲很尖 你有時會覺得很煩 本身你不安靜的話 你的心會更加煩 如果你喜歡低音強一點 Sony這一顆 就真的更加理想了 因為Sony的App裡面 是一個Eucalyzer 去調整個Bass 所以強一點 不調其實兩隻差不多 但一調 Bose這一顆 真的可以拿去回收 真的強很多很多 回不了頭 Bose的App是稽的 基本上只有Noise Cancelling可以用 Quiet Comfort是沒有等化器的 我試過用一些等化器的App 去幫Bose做Bass Boost 好像這個App 就這樣Apply Bass Boost的Profile 都會爆音的 降低一點都還是會爆 所以這方面真的追不到 降噪方面 其實兩顆都很厲害 特別是Sony 剛才都有提過 我的耳面是可以搓完按扁 去配合我的耳道 所以一戴上耳機 然後它本身就感覺滿了耳朵 隔到一陣音 然後再開啟主動降噪 這樣便會更加理想 用了Sony之後再用Bose 總是覺得Bose好像是大不穩 其實就不是大不穩 只不過是Bose那顆直膠 戴上去是涼涼的 而且沒有二綿這樣塞得那麼入 感覺好像會有一點點雜音進去 但Bose開了主動降噪之後 都很厲害 是會進入水底 不過兩隻都會有一點可惜 就是一些裝修轉場轉地的聲音 是配合不完的 而且有人大聲一點說話 都是配合不到的 而兩顆耳機關掉降噪之後 都會自動開了收音 會令到我們裸耳 都可以聽到更加多的雜音 分分鐘連隔壁吃飯 聊八卦的東西都會聽到 智能液方面 兩隻機都懂得離耳 就停歌 入耳就懂得開歌 只不過Sony的APP 再多些智能液 例如這個 Speak to chat 是會detect到你說話 暫停播歌和降噪 就連你跟著音樂哼歌 它都會幫你停 叫你收聲 OK 安靜吧 15秒之後就幫你播放 但這個功能是detect不到其他人說話 即是說其他人說話 你都是聽不到的 而這顆耳機是一個gesture 其實你是觸碰你左邊的那顆 它是幫你暫停降噪 收音樂 然後你離手 它就會幫你播放 好像還有用Speak to chat 至少你可以先聞歌起舞 Sony這顆 還可以detect你位置 自動調整降噪的級數 例如你在公司設定了最強降噪 Save 低 然後家裡設定不降噪 它就會自動根據你在哪裏 去自動調整 不知道這個功能對於大家有沒有用 對於我來說暫時沒有用 因為我跟人聊天 跟人說話 是會脫下耳機 是一個禮貌的問題 其實就不關耳機多不多功能 conversation長短的事 而這個bose的app 一眼看完 就真的什麼都沒有 可能下minimalism 沒有什麼好說 通話方面 兩顆都不夠有線耳機 但值得一提的就是 今集Sony X-M4 比上一代X-M3 是好很多的 沒有斷亂續續的情況 但都不要預期太多 始終它都是用來聽音樂的 實測就是對方的聲音好像很軟 然後環境聲也是很大 主要就是這些 其他小細節 例如半線充電 又要朋友用耳棉 一會就把耳屎出來 耳棉清潔問題 定期更換耳棉等等 其實買得到 我覺得已經預期了 所以你問我 到底值不值得等一個月 X-M4去享受呢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的 假如其他耳機不降價的情況下 已經不說L-DEC是怎樣了 只是說耳棉和Bass Boost 其實我已經心想 好像有點後悔 不過聽歌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 選耳機功能上 大家都會有各自的考慮 像我女朋友那樣 她反而喜歡用普通的AirPods去聽歌 所以拜我就聽一下 不拜就是FYI試機的時候 留意一下 今集就回到這裡 喜歡我分享的 給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們下次再見 Bye